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送爱给菲律宾的灾民 眼见灾情严重 孩子们发挥助人的善心 决定将存了一年的竹筒捐献出来 帮助菲律宾遭受台风 袭击的灾民 我要祝福他们有食物 却有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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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他们身体健康 祝福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再活下去 除此之外 建司堂的同仁们也在为菲律宾的灾民们祈祷之后慷慨解囊 纷纷送上一份诚实的祝福 希望所有的灾民能够早日重建家园 并且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就是感觉到自己还活在很幸福的地方 他们一夜之间就放屋倒塌 就起立纸饭 就很可怜 很像我也没有能力去到菲律宾做什么 我就把自己能够布施的布施出来 不少民众从报章上获知 实际在为菲律宾封灾的灾民募款 都专程来到禁司堂乐捐 同时也带来了身边朋友寄托的三款 一起送爱菲律宾 那边的人都是活在那个水生活日子中 就希望可以绑点忙 尽一点心力 要尽量的做环保的 其实天灾的造成也是因为我们的人造成的 我们没有好好地爱这个地球 环境气候频频拉紧暴 人人如果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落实环保 减少消费 再加上卢素 大地就能平安吉祥 同时减少灾难 大一新闻 正三美志工 马来西亚 星山报导